大家好我是Elis 歡迎回到Live Journaling 今次會和大家分享一下我3月份Bullet Journal的設計 以及這個月的配色 我也會講一下我會加些什麼頁面 首先我會沿用月間的版面去做Bullet Journal 今次選擇的配色就是這四隻 一隻深藍、一隻淺藍、一隻肉色和一隻啡色 可以簡單刨一刨木顏色的 但不需要刨到太尖 跟上次一樣畫這個月的格子 提提大家每個月的行數都有機會不同 所以記得查清楚 我會用啡色去畫這個格子 然後在上面用肉色填一個底色 然後寫上星期幾 查一查一號是星期幾 然後就可以開始畫了 用第三個顏色 即是淺藍色 在想畫數字的地方填上一個圓形 然後用深藍色 最後一種顏色去填上數字 因為預先已經配色的關係 因為看上去就會比較柔和和好看 我會用黑色marker寫上這個月份 然後就會畫上今個月的主要圖案 用肉色和啡色畫一個隨意的框 今次的主要圖案 會由三種形狀組成 第一種就是這種長長的葉 填了底色之後 就用另一種顏色 輕輕地畫一些脈絡 第二種的形狀就是這種大塊一點的葉 也是填了底色再畫一些脈絡 然後我們要做的就是 把這兩種葉隨意畫在框的邊緣 好 到第三個部分 就是畫這些藍色的花 這種花是由五個圓形組成的 只要用藍色去畫這五個圓形 就會形成這個花 一粒花裡面也可以有深藍色和淺藍色的組合 然後也是一樣隨意在不同的地方加上這種花 除了可以在標題上畫這一種的主要圖案 你也可以按自己的喜好 在其他地方加入這些圖案做裝飾 而我都會用這個圖案來做日褲 之後寫週間或者日間的時候就可以用了 用Bullet Journal其中一個最大的特色 就是有Tracker Tracker可以幫我們統計一下一些我們的生活習慣 而Tracker的形式都有很多種 有些人就會打直一行 有些人就會是一格格 而我會把它畫到像一個小月曆 原因是因為除了知道多少次之外 我還想知道它們大概是星期幾發生的 所以我就會畫兩個好像迷你版的月曆格式 然後填上數字 至於顏色方面 隨意用那四種顏色組合就可以了 除了格式之外 另外最重要的就是要想清楚 究竟你是想Tracker什麼 今個月我終於想到我想有什麼Tracker 因為我發現我經常會發很多夢 而那些夢都會很特別 所以我就想記下我什麼時候會發夢 我覺得每個夢對我來說都很有意思 如果你經常發夢的話 不妨跟我分享一下你的夢境 畫好格子之後 你就可以用回你想標示的顏色 然後就寫回這個小月曆去查些什麼 如果那天是有發夢的話 那我就會在格上填上那個圓點 而另一個Tracker就會記錄下我什麼時候做運動 因為做運動都蠻幫到我去放鬆我的心情 不知道你減壓的方法又是什麼呢 不妨在今個月試試畫Tracker 一月份的時候 我就有半板子 記得我那個月發生過的感恩 我覺得這個Cractice都是蠻好的 而半板子其實都不是很舊 所以今個月我就會想把這個部分變成一板子 其實畫幾大個框 都是代表著你對這個月有多期待的 不知道你說Bullet Journal的時候 會不會都帶著這種期待去過你新的一個月呢 接著我們就去到第四部分 這個月我都會繼續有Photos of the month 那之前那個實在太小的框 只可以貼到一至兩張照片 但是我發現其實我真的挺喜歡拍照的 所以今次我就原來了兩板子 那除了貼照之外呢 我都可以說一下為什麼我會喜歡那些照片 因為上面的空間可能需要比較多的 所以今次我就不畫那個外框了 用Bullet Journal其中一個好處呢 就是可以每個月調整你想要的版面 還有每種版面的篇幅都可以調節的 不知道你三月份會加入什麼頁面呢 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吧 希望大家會喜歡這個月的配色 和這個月的主要圖案 如果有東西想跟我說的話 可以follow我的IGPM我 那我們下次再見吧 拜拜